这期视频是影视混音的最最最基础的入文知识 大部分电影中的所有声音 都是后期重新录制的干音 主要有这几部分 一 人物的对话 二 Fully 就是后期重现画面中出现的所有的声音 比如脚步声 开门声 道具的声音 三 环境声音 比如咖啡馆的背景声音 或者是公园的 或者是商场的 等等 四 音乐 上述的声音每个都是单独的文件 后期可以单独对一个文件做任何操作 而不对其他声音造成任何影响 所有声音独立分开是混音的前提 电影中所有的声音 比如对话 Fully 环境声音 音乐 混合成立体声 或多声道的环绕声的步骤 成为混音 影视的混音不像音乐 音乐你可以各种风格 按你自己的想法来 影视的混音相对明确 目标就是身临其境 混音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 几百年前就有了 比如管弦乐团 弦乐组是整个乐队的基础 所以他们在最前面 最主要的位置 木管组乐器 音色突出 所以排列在弦乐组织后 打击乐器 音量宏大 排列在乐队的最后面 或者后侧面 其他乐器作为辅助 在两侧或者后面 目标就是演奏时 主次分明 旋律 低音 和声 三者 层次清晰 而不是乱糟糟的随意放置 影视混音的概念相通 总的目标是生灵其境 具体可实现的目标是 主次分明 层次清晰 效果真实 用最简单的一个画面做例子 一个咖啡馆中 男主 女主 服务员 三个人的对话 仔细听里面的各种声音 这里有这样几个声音 男主 女主 服务员的对话 女主打开包的一系列声音 其他顾客推门的声音 脚步声 背景中的咖啡馆的声音 一段很短的背景乐 在没有混音之前 所有的声音都在最前方 音量大小可能都一样 各个声音都混在了一起 混音完成后 各声音主次分明 层次清晰 先分主次 男主 女主 服务员的对话 肯定是最重要的声音 接下来重要的就是 女主打开包的一系列声音 包括男主的一些动作的声音 再次之 就是咖啡馆内的环境声音 如果没有这个 画面会很假 观众去过咖啡馆 如果不加环境的声音 就变成图书馆了 再次之 就是两次其他顾客开门的声音 和其他顾客的一些声音 主次可以通过 Compressor插件压缩音量 如果不想失去动态 可以通过Fader 直接来降低音量 无论用什么来调整 男女主和服务员的对话 肯定是最主要的 音量应该最大 打开包的Fully 次之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调节其他声音的音量 层次清晰可以通过Pen 就是声像来调节 目标是把声音分开 而不是都集中在中间 男主的声音 可以稍微一丁点的偏右 女主一丁点的偏左 两次背景中的开门声音 声像可以设置到右后方 如果几个声音在频率上有冲突 听上去有点浑浊 可以通过EQ来平衡 按照主次的关系 次要的让出部分频率 给主要的声音 主次和层次完成后 给对话和Fully添加混响 让声音听上去更真实 我们生活的环境中 混响是无数不在的 只是多少而已 所以这部必不可少 比如把该音变成打电话的效果 或者回忆 或者是隔壁房间的声音 或者是远处的效果 等等 非常多 目标就是模拟现实中的声音 调整背景乐 Darking的意思 就是当对话开始后 主动降低背景音乐的音量 把主要位置让给对话 当对话结束的时候 音乐的音量又恢复正常 上面只是最最简单的一个混音流程 实际情况要远 复杂得多 在说总结前 带上最好的耳机 听下面两个视频 更容易理解混音的概念 听里面各种声音的主次交替 方向感的变换 声音的层次感 音乐的音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完应该不用我再总结了 影视混音软件推荐 如果你想往专业方向发展 做大项目 比如电影 那肯定是Pro Tools 如果你不想学习Pro Tools 小项目 比如短片、广告、游戏CG之类 比较小的 那Audition和达芬奇的Fairlight Logic Pro等这些就够用了 如果你只是自己的Vlog 自己的视频节目 更简单的需求 那Premiere、Final Cut Pro 这类视频剪辑软件 自带的混音功能也就够用了 低层门的同期声 是不是不能也不需要做混音了 可以 需要 好莱坞及个别电影用的是同期声 虽然各种声音都混在了一起 但是后期还是需要调节音量 个别不理想的后期可以替换掉 比如开门之类的声音 对话等也都需要调节音量 只是限制比较多而已